跟大家來一個即興的書桌tour 書級神秘的雕塞形式 究竟這些雕塞貓是用什麼常識 就一次過解答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娃娃姐 最近大家看了一些challenge 小遊戲 掃街 今天就帶大家回來我的現實 我的工作室 我的studio 過我這一天超平常的生活 大家看到最多的拍攝場景 應該就是這裡 這張梳化基本上我們沒有怎麼坐過 因為朋友給我們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隻顏色應該挺適合我 那我就一直放在這裡 我以為我會坐 但是不會 因為它不是很舒服的 通常我自己坐都會坐墊 起碼軟一點 舒服一點 這個位置跟我當初想的一樣 都是用來拍片 平常不拍片 我就會在這裡剪片 大家一個一個來這邊 是不是很久沒見過我的所謂的茶水間 那我今天就買了牛油果 還有煮了兩隻蛋回來 就是這個超方便又非常好吃的牛油果蛋多士 如果我今早時間是剛剛好的話 這兩隻蛋應該是糖心蛋來的 是超肥的 你看 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我這個好像是買澳洲的牛油果 35元兩個 都不是便宜的 看看粒子大不大 哇 好大 剛才才讚完它大 原來粒子還大 哇 牛油果已經爛爛爛了 然後就把牛油果肉不殺落的碗仔毒 一會兒就可以中到它變成牛油果醬 然後多士吃 超好吃 然後放進去 把我們的牛油果煮到一匹匹的時候 就會落這個日本豉油 因為人家說牛油果加豉油 會有點像生文在串昌味 上面一個蜜包 把牛油果蓉再大分的放進去 虛水果大概清什麼病 Jazz distinguished 這個也賣了 給大家看看 我下次也不要弄不多這些東西 嘩 棒 神經病 給大家近距離欣賞我這個牛油果多士 我本來以為我平時做的那些夠醜 原來 用心弄起來更醜 流心疼 唉 真的很醜 不過我覺得應該會好吃 大家多給它一次機會 好吃 是醜了一點 沒什麼所謂 蛋粥不斷吃起來 很麻煩 每一天我都會自己帶備一支水 我就會帶多半個檸檬回來 接著就在這個口裡 擠一些檸檬汁進去 就容易入口一點 因為經常人都說 喝不到那麼多水 但其實一天如果你喝不到那麼多水 是會不漂亮的 知不知道 自從我爆完瘡之後 我就保持著 喝多一點多一點水 那你排毒又好一點 皮膚又好一點 這個半個檸檬就會放進雪櫃匹味 自從我的studio 公關品和合作品都是寄來這裡的 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也蠻有趣 因為大家都看到 我的studio這裡是一個玻璃門 正常的玻璃門是會鎖住的 外面有一個閘 這個閘通常我們是離開studio 就會鎖門 外面都是保持一個沒有鎖的狀態 但它是落了閘的 我發覺有九成的快遞 都是會自動自覺的拉起我的閘 然後就放這些包裹進來 整件事是靜置了 一開始我也有點嚇到 因為無緣無故有人開閘 但久而久之 當它每一次開閘 但它不會全開 它就開一點點 然後把包裹進來 然後離開 我有問過這裡的業主 我說這些快遞會這樣送件 因為之前的租客都是一直這樣收件 真的有studio的朋友 他們說他們都是這樣 有時候它簡直是沒有這個閘 可能只有一道門的時候 它會直接放在門外面 讓你去收件 好 接著就跟大家開箱 這個就是 OLE的抗糖系列 我自己都有用開的 現在到夏天 很多女生都掛著美白 但其實保濕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坐在冷氣房 好像studio一樣 很容易抽乾皮膚上的水分 上妝也不貼 但多數主打美白的產品 都未必有一個很好的保濕效果 但OLE的抗糖系列 除了有權威的抗糖成份 隔糖素 還有5%的黃金濃度 還有99%的高純度 維他命B3 可以做到同時美白 亦都可以保濕 首先 這個就是OLE的抗糖水 它並不是普通的爽膚水 它是一支多功能的精華水 它同時可以做到保濕 美白和舒緩 保濕方面 它裡面是首創了322的超強保濕配方 有三個保濕成份 這個成份可以帶來一個持久的保濕功效 而且在美白方面 它裡面還有隔糖素 可以提升1.7倍的美白力 還有79%的糖化 而達至由基底美白去黃 它裡面還有一個成份 就是有效可以舒緩我們肌膚反紅的情況 我們可以怎樣用它呢 首先我們可以用這個精華水 用化妝棉 濕敷我們的全面 它的質地都是很清爽的 然後就是這個OLE的3部抗糖套裝 它裡面有精華水 有精華和面膜 剛剛也跟大家介紹了它的抗糖水 它裡面也有一支Mini 然後就是它這支 黃牌的抗糖精華 它這一套裡面是一個4 size 剛剛提到抗糖成份 隔糖素 就可以做到三重的基底抗糖 同時也可以提升肌膚的光澤度 水潤度和透白度 除了剛剛的抗糖水和抗糖精華 它裡面還有兩塊抗糖面膜 它一塊已經等於大半支的抗糖精華 它上面就很貼面 好像我們第二層的皮膚一樣 而且這個面膜是用蜂巢鑽石押紋設計的 可以多吸收20倍的精華 還有環保物料 我現在就利用現在敷的面膜時間 整理一下今天我要做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一個我覺得超級好用的日程表 就是Time Tree 這個APP是可以開幾個行程 你可以在裡面 我覺得它最好用的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和你的朋友共用 和你的工作夥伴共用 我自己的行程表 就有一個和我妹妹共用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工作 生活 每天都會見面 有時候它想單獨用這個Studio 它就在Time Tree裡面 按下那一天 我就可以在那天消失 或者出去拍Vlog 而且我覺得最好就是 之前我不小心洗了我的iPad 我本身是用它內置行程表 我的行程是沒有了 現在這個Time Tree 只要我用不同的手機 電腦 iPad 進入自己的帳戶就會有 即是Touchwood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不見其中一件事 那些行程都不會不見 我今天的工作就是 剪兩條片 其中一條就是大家正在看的這一條 還有跟大家說多一點 其實礦堂這件事 控制自己飲食都很重要 這個禮物 我是長期放在這個Studio 有時候我晚上會煮禮物吃 還有Studio的雪櫃 是會放一些番茄和蔬果 我自己盡量 如果只有我一個沒有朋友 我都會自己煮食 大家吃一點甜的東西 喝一點甜的東西 不要吸收這麼多酒精都可以 趁著我這兩天收拾了書桌 跟大家來一個即興的書桌 Tour 之前大家在IG看到我的這麼亂的桌子 我已經收拾過了 我已經改過了自身 大家都看到 我現在這張書桌 是進行超級神秘的招財儀式 只是左邊已經有 1 2 3 4 5 6 7 隻招財貓 然後過來這邊 三隻達摩 這三隻達摩就是我之前的VLOG 買回來白色的 這三隻是我自己有的 有隻藍色 然後有隻粉紅色 這隻粉紅色就是戀愛達摩 然後紅色這個就是最傳統的 然後向上一看 這兩隻就是我妹妹送的 我叫她照作貓 她們的樣子是比較可愛的 真的不會像我這些 拿錢來的 不是 原來這裡還有一隻 這麼小隻 剛剛忘了它 右邊這裡就是我最近的興趣 就是滑椒財貓 我是買了這些白色的 自己去滑的 我現在就是畫了這幾隻 而這隻是還未畫完的 這是一個肥蛙的招財貓 我們不如現在立刻畫了它 好了 因為每一次我instagram 投放這些招財貓 都一定有很多DM問我 到底這些招財貓是用什麼上色 我這次就一次過解答大家了 其實就是用這些塑膠彩上色 上到公仔上面 它很自然就會變成一層膠 最後你再上一層光柔 它就會變成像黑色 有亮亮的面子 我自己建議一開始你自己買來玩的時候 你可以買紅 黃 藍 黑 白 這幾隻色 你就不用買什麼粉紅色 什麼綠色 因為這些顏色很多都可以自己混 如果你純粹想買一兩隻來玩 你就不用買太大支顏料 因為我一開始畫的時候 都是買小小支 為了搭借看片 看到現在的你們 我就會把這個完成品送出去 大家一起陪我完成這個招財貓 還有一個 如果大家真的想買顏料來畫招財貓 很建議大家多買兩支 一支是金粉菜 另一個是金色 其實塑膠菜也不是很貴的顏料 通常在美術店就已經有了 好 現在神秘的招財儀式 正式開始 我自己是用一些很幼的筆 容易掌握一點 還有寫字在上面 畫畫在上面也會比較容易 調色盤這些很死 這個只不過我昨天吃飯的時候 那些透明兜兜我洗乾淨用來用 它上面有些圓不痕 基本上塑膠材在上面擺一擺 那些圓不痕都不見得七七八八 我剛才不是說 其實我們不用買太多顏色 就像這隻粉紅色一樣 其實白色混少許紅色就會變成粉紅色 你就不用特意買一個很大支粉紅色 因為如果你不是經常用的話 就會浪費了顏色 基本上這隻肥蛙招財貓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就等它在這裡再乾一點 就上一層金粉在上面 這個金粉就是要上去招財貓這個三嶺仔上面 如果大家看到 它現在好像那些膠水 透明白色那些不要緊 因為它乾了之後 就會得到一些金粉 好 等到它明天乾了之後 就上一層光油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都想得到這隻招財貓的話 就留下留言告訴我 你有多想得到它 那我就會選出一位觀眾來送給對方 希望你們喜歡 因為有時候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是有人欣賞的話 那種成功感是更加大的 拿到它回家的觀眾 可以好好地愛惜這個肥蛙招財貓 最近大家又看了一些開門 小樂器 素家人 今天想帶大家回來 猜招時間是剛剛好 這兩隻蛋應該是很難的 好了 今天終於完成兩條片的first cut 多謝大家陪我回了一天工 現在已經時間的十二點多 我結尾當然要坐在按摩座子上完結 因為今天吹了這麼久 真的腰到團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看看我做一些不堪入目的食物 和我一起畫畫 回工 這些日常都不得了的影片 因為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應該會拍多一點的 但是大前提是要你們不要覺得悶 好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玩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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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